上周末的时候五谷区公所特别在德英国小举办了一场为小朋友打造的儿童艺术派对 那没有这个现场的摊位都是经过这个公所的精心规划 所以每个摊位都相当的好玩 也因此这个让很多的大小朋友即使淋着雨都要一起排队来游玩 为促进亲子关系并为小朋友打造梦幻游乐场所 五谷区公所特别在德英国小举办了106年儿童艺术派对 公所历经数月精心规划让许多大小朋友到场不仅有吃有玩还可以看表演 我们五谷这个好地方由我们五谷区来办儿童的意识派对 让我们大朋友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一起参加这样一个游戏 让他们一个使家非常开心能够过一个快乐的假期 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 那今年最主要就是说我们亲子派对让小朋友跟我们家长一起在白天的时候来同乐 那藉由一些邮聚让我们的亲子关系能够在这个时候一起来展现 那我也准备了600支的冰棒后来追加到1000支 没有办法这个大家太热情了 所以可以看到我想说放暑假就是让孩子开心 现场许多摊位都是精心规划结合铜腕跟邮聚等等各项摊位 好玩又有趣让许多大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 看了大概十几个摊位 最有感觉是我们那一类人 小时候我们经常把那个那个面团 那一类做一个做一个人头 可以吃也可以分享 在公所跟艺人的贴心安排下 当天即使下着雨排队等候游乐设施依然不减大小朋友游信 活动气氛可说是相当热烈 以上新闻记者五股采访报道